本地近期发生涉及个人逮捕工具的意外引起关注 政府国会交通委员会认为 要保障行人和使用者的安全 除了公共教育和执法 第三方保险也相当重要 执总英康授寻时表示 个人通勤保障保险从4月推出至今 吸引了400人购买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越来越多人选择以脚踏车 电动滑板或其他个人逮捕工具出行 不过一些使用者也劝不听 继续在行人道横冲纸状 或非法改装个人逮捕工具 在马路上高速行驶 政府国会交通委员会认为 如果要保护使用者和行人 强制购买第三方保险是其中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能够在注册的时候 他们就需要买 那是否要强制呢 我相信这方面我们要探讨一下 在常语来说强制可能是需要的 但是在短期来说 我们还是需要以教育为主 职总银康是本地第一家 推出个人通勤保障保险的公司 职总银康指出 随着国人的意识提高 这种保险的需求预计将增加 公司也将同各脚踏车组织和协会合作 鼓励他们的会员购买 有零售业者指出 由于政府还没立法 让个人代步工具广泛使用 一些人选择暂时不购买保险 不过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 一旦政府立法 情况将有所改善 零售商表示 电动滑板越来越受欢迎 每年销量平均增加25% 为了保障安全 电动滑板也设有多项安全设备 比如铃铛 照明灯 和速度控制器等 移动 移动 記者 聶國威報導